一样就是先把最常购买的设计类杂志是哪一个先拖拉到列 然后年龄可以先把它再拖拉到蓝标签 并且计算它里面的统计资料 值的部分就是也是把最常购买哪一类的设计杂志 这个栏位拖拉到这边 其实刚刚同学有问到就是 其实如果说你将来要产生什么样的资料 前提就是你要产生哪些栏位 有那些栏位你才有办法去做那个部分的分析 所以用什么方式把它变出来 当然就是你可能要考虑的点蛮多的 那接下来的话如果我有资料的话 还有就是如果里面是空值 记得把它变成那个就是0 这也蛮常用到 所以我刚好提过在选项的选项的选项 里面就有若微空值显示为0 这个可能也要把它稍微记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蛮常见 因为如果你这个显示为这个如果没有输入0的话 它出现就是会有很多的空缺 那其实资料里面这边空那边空 感觉怪怪的 不如就把它补一个0 所以选项里面就若微空值补一个0 这样的话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针对这个资料去再去画个图 苏纽分析图 那如果说我假设了我们这个有一个需求 就是说可以帮我把它做成类似像刚刚在讲义里面看到的 就是说会再利用 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参考那个 这个就是在讲义的112页吧 如果说我大概以这个当个蓝图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看到就有这个 就是上面有标题 那其他的话呢 就用那个直条图帮我显示的话 这样的话基本上会比较一目了然 比较知道说哪些年龄层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要怎么做 第一步的话一样 先把那个资料先产生 产生完之后 再来的话就是我要再利用那个 苏纽分析图点选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选一个 比较适合的那个图 那个所谓的那个 这个图形的样式 那其中的话 这一题我们用那个直条图试试看 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他会马上帮我画出一个 不过也是一样 他做完图就放这里 感觉蛮帅性的 不过每次都还要移动 为什么他不让我选说 是要移动还是要 就是放在原本的位置上 不过理论上 直接放在这边感觉怪怪的 因为叠在上面 其实蛮容易遮住后面的东西 所以等于是你还要再把它移动到 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第一步 那理论上会先把这个先关闭一下 旁边的这个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有几个需求 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就第一个 我们上面再加一个那个标题 这个前面有讲过 就是我们可以在上面 加一个标题名称 那这个名称的部分的话 这个还蛮长的 我直接拿 这个上面的 这个最常购买的 这边这个名称 把它Ctrl C一下 把这个直接拿来 然后上面如果要加一个 标题的部分的话 那一样就是在版面配置 不同版本可能有不同位置 可能再找一下 接下来的话 图表的标题我就选择 不要选那个字中重叠 我选上方 它会放在上面 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个这个地方把它 字 我直接切上好了 这边 然后最常购买 哪一种设计杂志 然后呢年龄报表 后面再加年龄 报表 OK 那再来一样 请各位就是选取这个 框框 整个框框 你不要用虚线 因为之前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选 不过我 我比较不建议 因为我有的时候 可能有选不到的地方 所以点一下框框 表示整个 然后呢字的大小 我把它改成24好了 并且把它字稍微 改成红色啦 看要不要把那个字体 改成微染症黑体 这样子 这样的话呢 上面就有个标题 这个跟前一个练习 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是把它放在图表的上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图例部分的话 我把它放在 这个图例部分 我把它放在上方 放在这边显示 当然字太小 一样按右键 字形 把这个字的话呢 稍微再把它调大一点 大概调个10 12左右吧 按个确定 字的颜色看要不要再调整 比如说改成深红色 OK 这样的话呢 我就有个图例出来 另外这个图例其实不是装饰品 你这边如果是个图 假如说你今天要筛选的 是要什么呢 不包含15岁以下好了 你就可以把15岁以下勾选拿掉 这样图的话 也会马上把那个15岁以下给去掉了 其实有点像是除了说你可以在那个 苏纽分析表里面筛选之外 你还一样可以在图上面做筛选 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也就图画出来之后还是可以再针对 你要的这个功能 去做 调整 那再来的话如果说我今天图例有了 再来的话要什么呢 其他 还有就是说 底下的字也把它放大 所以底下的字要怎么放大 一样按右键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蛮好记的就是如果你那个字太小 记得按右键的字形就好了 那个上方按右键 字形把它改一下 比如改成14好了 然后颜色的话把它用显目一点 也许用 用个 红色的字按个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下方的字马上变大 不然的话原本10号字在太小 我们把它字放大一些些 那再来的话呢 字放大之后的话 其他还有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东西 就是 我如果希望在垂直坐标轴上面 能够显示一个 这个标题 特别注意 在坐标轴上面的标题 那标题如果说呢 假如我用人数是用横向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 横向的话它其实还蛮占空间的 所以通常会用纵向 那怎么样把这个 坐标轴上面 再加上我们要的那个标题 这边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个版面 一样版面配置里面有一个叫做标轴的 这个坐标轴它又区分成那个水平跟垂直 那 这个地方呢 当然顾名思义啦 我们用猜也可以猜出来 这个是垂直的 所以如果要在垂直坐标轴上面 多增加一个标题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什么 坐标轴里面的 组垂直 垂直轴 里面的话呢 它这边可以让你选 你要 显示的是 哪一种 更正一下 这个是坐标轴的显示方式 应该是在哪里 在这里 坐标轴的标题 我们是在 组垂直标题里面 预设是没有 那请你选择一个比较正确的 那这边它底下 无之外 另外还有选 总共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 水平 水平我刚刚讲过 就是横向的 假设你打人数 它会 稍微占一个空间 所以呢这个不ok之外 其实你可以选上面两个 那但是 旋转的标题 跟垂直标题有什么差别 那其实旋转这个标题 有点奇怪 为什么 因为它是变人数 如果你要看人数两个字 你变成说你那个头要转90度 意思是你的头要旋转才能看到人数 这样子 所以理论上应该不ok啦 比较ok应该是垂直 所以直接选垂直 垂直标题 那接下来的话呢 里面的字就可以把它打上 人数两个字 所以这边输入人数 OK 那一样把那个字给放大 字放大的话记得就是 游标点选那个 框框的地方 然后呢 在常用里面的把字稍微放大到 一样24好了 OK 这点太大了 18 OK 然后呢 再把字 换成红色的字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 版面配置里面的 所谓的那个 坐标轴标题 我们是垂直的 记得 是选那个是 那个垂直的标题 这一个 那当然如果说未来你连下面那个 水平的坐标轴要加的话 那他标题在这里 你可以选择 在 坐标轴的下方 不过这里的话就没有让你区分垂直还是水平 你就 就选去 预设就这个啦 那这个 这个他就会帮你 把这个 坐标轴 自动在这个下方又帮你再加一个标题 OK 不过目前我们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大概就是加一个 这个垂直坐标轴这个标题加上去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我的绘图区 看有没有再 换一个加个 刚刚是用渐层 这边的话我把它改一个 绘图区里面的话 其他绘图区的选项 那当然这里的话我们改一下 我记得好像改成图样 图样填满 刚刚是用那个渐层 不过我现在换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 就是不要让那个绘图区看起来 太阳春其实就可以 印象中好像我就找一个那个 方格吧 印象中是哪一个方格 比较OK呢 这边的话好几种方格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选 其中一个方格 看比较接近的 这个是太 这太小了 这太大 底下的话我们就 我选那个大方格好了OK 然后按个关闭 其他的话当然呢你还可以在 针对他背后的颜色 前景颜色就是他那个上面 显示出来 如果太深 那你可以选一个浅一点的 他可以让这个 格线看起来 不会那么的 颜色那么深 也许像我习惯是 选一个 但是颜色太深怎么办 把那个前景颜色 把它改一下 OK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 图样但是又不会那么的醒目 OK按个关闭 那就 可以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效果出现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就是 把那个 追常购买哪一种的那个年龄的 报表 分别 把它把它完成 那其他的话呢当然 不然 做完这个之后 其实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增加那个所谓的 这个 选项里面有一个 就是插入一个那个交叉分析 分析器 我们前面那一题有讲过 如果说这个资料里面 假如还要再增加 性别的因素 或者是说还要增加 教育程度的因素 或者是其他的话 那我当然还可以再增加 这个所谓的交叉分析器 不过 如果说你的那个 版本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你不然你就是只能用什么 用那个报表筛选 变成说 也许你可以把 假设我要多增加一个年龄的因素 你可以把年龄 放在哪里 放在报表筛选里面 这个是旧版的话可以这样做 性别 放在报表筛选 他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多一个 男跟女 比如女生的结果 马上显示 男生的结果 马上显示 但是这个功能 所以 感觉就是还是 稍微跟那个 交叉分析筛选器 比起来 好像还是似乎逊色一些些 所以呢 如果 有这个功能 有这个新的功能 我们就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的话 也许你可以用 报表筛选 把它试做看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请各位先 完成刚刚的这一个图 这个图的话 也许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讲义里面的113页里面 至于那些细节怎么做 上面我想我有截图 所以可以把那个截图部分稍微再参考一下 这个是有关图的部分 其他当然如果你做完之后 也可以再试试看 比如统计的 资料里面 还能不能针对其他栏位 这边有一堆栏位 比如说 这边的话里面还有一些 有没有订阅杂志的习惯 或者是说多久买一次 还有就是说呢 多久买几本 他这边有一些相关的统计分析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能够 把其他的因素 把他加进来的话 那这些栏位 只要有这个栏位的话 那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统计 比如说什么 会在哪边购买 像目前看起来 大部分人越来越习惯在网路上购买 尤其是 昨天是什么双11购物节 很多东西好像突然变便宜了 突然蹦出一个很 很杀的价钱 你可能就突然就会想要把它买下去了 而且现在 我发现现在买书 网路上买的价钱 好像也没有比较贵 而且他自动帮你送到 附近的7 但其实 方便度也变高了 所以这部分 如果这边假设有个年度的话 统计问卷的年度的话 随便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的使用 这个 习惯的不同 而会有所差异 可以看到一个 趋势 向上或向下 那请各位试着把那个 枢纽分析图 再试着 把它熟悉一下 以后的话 尽量就针对你的枢纽分析表的结果 做出一个枢纽分析图 好吗